在红河岸边,在中国的边境上,还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,特殊的村庄,当地中国人都习惯地称呼为难民,难民村。 而目前在中国的所有公开文献资料上,似乎都没有关于这批多达数万人的记录。 他们不是中国人,和那些烈士陵园一样,他们同样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产物。 在中国的边境上,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告诉每个好奇者他们的身份。 其实以前就是中国人,而且是汉族,由于越南人少田地多,他们的父母在20世纪4、50年代从金平县的长安冲村搬到了越南, 当时根本没有人管他们是什么人。 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越南出生的,以前也领过越南政府发的身份证,可以算越南人。 1979年中国军队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中国军队看到越南当地有好多汉族人,就没有破坏他们的房屋,而把当地其他民族的房屋摧毁。 解放军走后,当地人们就开始迫害这些汉族人。 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,就开始帮助解放军打越南军队。 从1980年起,许多难民轻壮年光荣地被挑选出来,组成难民游击队。 除了身体强壮外,他们环游的共同特点是,对中国有着无限的感激,对越南有着无比的怨恨。 难民游击队有许多支,但具体有多少支,多少人,我们都不知道,因为那属于军事秘密。 参加了游击队的好多难民们都配了一支冲锋枪,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配合解放军的侦察兵工作, 特别是穿着民族服装到越南边境去了解情况,而越南军队当然不知道他们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。 有时他们还在解放军的率领下在边境上搞埋伏,打些小战,这样也经常打死一些越南兵, 其中来中国搞情报的越南特工要多些。 难民游击队当时都和中国的解放军住在一起,他们都有为数不等的解放军领导着。 解放军不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正规军事训练。 游击队员们和解放军战士一样,每月都有几元钱的津贴,吃,穿全游军队负责, 但没有告诉过他们中国政府今后会对他们有什么经济,生活保障, 包括负伤,死亡国家怎么负责。 在战斗中,也经常有游击队员负伤,全部由解放军部队医院治疗。 战争结束后,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回到越南,就来到了云南的偏远地区, 以农民的方式生活着,好多村子都没有电。 不过他们现在的身份很尴尬,不是越南人,也不是中国人。 他们被当地中国人称作难民。 他们说他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,按照国籍法的有关规定, 很多难民实际上已经有了加入中国国籍的资格和条件, 但中国政府却没有主动办理这件事。 当然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担心以后被越南政府提出抗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